带大家看看回农村,在老爹身边能有多幸福 岛上跟曾爹来到棚里,看到三婶自己在拉帘子 我说我来给你帮帮忙,以前我家也是这种老式的草帘子 拉这个帘子需要技巧,但凡是不平衡或者下面被勾住了,就得需要人帮忙 这满满都是小时候的回忆啊,说话间就勾住了一个,我赶紧上前给他解开 三婶说,今天幸好你在这儿,不然我还得来回跑 我说客气啥,这点小忙不是顺手的事儿 三婶说,拉完了,终于拉完了,你看我这热的一脑门汗 我说您就当天天锻炼了,这样身体更健康 又跟曾爹聊了会儿蔬菜的长势,然后我就跟着曾爹回家了 扭头曾爹就开始擀面条了,我说这也太麻利了吧 曾爹说擀鸡蛋面一定要擀得薄,再就是多放面粉 省得粘脸,说话间就赶好了,曾爹又撒了一层面 然后就这么一层一层的叠起来 曾爹刚要切面,说这刀鱼的炖了,我去抹一抹 就这么来回一荡,再切起面来,就好比那六月天喝凉水 痛快极了,再把面给他抖散,放在盖垫上 由头曾爹就掏出祖传五十年的老菜刀 把五花肉切成大大的肉丁,这个才够香 再切上点葱姜末,接下来是最重要的环节 炸酱,在碗里面放入甜面酱,黄豆酱,蚝油 再加温水给他卸,曾爹说一定得加水 一是为了防止炸糊,二是为了让它炸的时间更长更香 起锅烧油,放入葱姜末炼个锅 再把切好的肉丁清进去,给他煸炒一下 把肉里面的油都给他炒出来 再倒入灵魂料汁,小火给他慢慢的炸 再拍上两瓣蒜,给他切成木耳 给他下入锅中 曾爹说一定小火炸成枣红色就可以了 您猜怎么着,这老北京炸酱就做好了 再把手擀面给他下锅中煮一下 捞出后放入凉白开中,使着面条更筋的 一回头,曾爹又把菜码切好了 开饭了开饭了家人们,把炸酱往这面上一浇 家人们,我先替你们尝尝 这小味儿倍儿低的,这也太香了吧 回见了家人们